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就熟悉之后 你会发现资料库总管其实还蛮方便的 也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 特别注意就是 特别注意如果你将来还要再新增资料的话 这个地方一定要多一支钥匙 在上礼拜天 然后呢不允许怒 然后这些相关的类别 我想自己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何把这个后面的动作做出来 接下来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怎么样了 在里面 在这个下方或者在旁边都可以 你就再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那个 SQL Data Source 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我要取得什么 取得我刚刚的这一个 就是我建立这个YouTube的一个资料库 那我取得的方式非常简单 因为这里 其实以前要做很多事情 在HP Data Source里面都帮我解决了 首先的话我就选择一个 一个资料库 然后你就新增一个Connect3 或者是选底下有那个Database名称都可以 然后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那如果说我只要查询的话 把资料做查询 然后放在那个下拉字选单 当然你这地方就不需要进阶 这边不需要打勾 因为我们没有要做新增的动作 所以这部分不需要 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资料下来 那各位就是里面呢 尽量就是多摆一些资料 我大概摆个十几笔吧 你看亮丽而为 然后你可以找几个就找几个 然后做完之后 其实以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因为你可以把同类的影片呢 都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放在你的网页上面 丢给你的 这个亲朋好友 这个东西实在是很特别 很特别 OK那按完成就好了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已经取得刚刚的资料库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下拉字选单 本来是 它是那个静态的 那请你怎么样呢 把选择资料来源点下去 这边就会找到一个Data Source 1 然后呢 第一个特别需要 你不要选错了 我再怎么呢 选取要显示的 显示的部分一定是什么呢 名称 对不对 因为你不能选错 你不能连接 人家看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乱乱的乱码 然后呢 当那个桌当地的什么 选取的值哦 值的什么 Value Value是什么呢 Value是连接 所以你不要选错了 按一个确定 这样子大功告 你看完全没有写任何一行程式哦 刚刚的那个程式部分完全不需要动 因为它也是直接怎么样呢 从里面取得我们里面的这个 然后再串接一下 也是说当地时的点Value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程式不需要去动它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save之后哦 接下来我看一下 直接就怎么样呢 把它run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资金起来之后 那这里哦 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那刚刚的那个清单 它自动会载入到 那个Jodunlist里面去 然后呢 并且会有个下拉式选单出来 写选单出来 我跑了有点慢哦 那就会可以下拉啦 应该我刚刚try 测试一下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哦 跑起来有点像 有点归宿哦 那因为它第一次砍PIRR的时候会比较久一点点哦 它ASP打内测 第一次会砍PIRR 砍PIRR之后第二次执行 你会发现就快很多了 快很多了 OK 那就run起来 run起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一样哦 第一个预设 然后底下点下去 哎 没有问题 第二题 所以你可以发现 如果我今天呢 像那个证照考试有很多解题 那我就一二 照顺序全部排列下来 你要上课 就可以直接上课了 那你要登录 我就做一个登录系统 然后你就登录进来 就可以了 那里面我可能可以check一下 你的登录次数跟 加上你的 比如你login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你的登录次数 然后你login的时间 登录的时间跟登出的时间 我也可以记录下来 对 然后可以做一个记录 然后做一个管理 对 然后后台管理 我就很清楚知道说 哪一个学生在几点几分几秒 登录几点几分几秒登出 然后你也可以做后端的管理 如果每个老师都可以做自己的一套 这样的系统的话 那学生应该学习起来的效率 这个这个成效应该都会还蛮好的 而且反而我发现 现在小朋友对这种系统的那种 就是学习的这个这个兴趣反而更浓厚 反而不喜欢那种实体上课了 在看老师在上面上课 越上越来越那个眼皮沉重 然后开始东摇西晃的 而且现在学现在你知道中后段的那些很多大学 只是要求学生不要趴下来睡觉就好了 然后再来不要要求上课之后不要跑出去就好了 就只要求这样就可以了 那其实我也去过一些中后段的学校上课 真的 有时候上课底下讲话声音比我音量还大 又想要制止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反而因为那时候是受邀 因为以那个业界专家的去上课 就反而旁边老师是在管秩序 他意思就是邀请外面的人来 你这样给我点面子这样 我还是偶尔看到那个学生跟老师互呛的那个 那个那个画面出现 而且那个老师还当过系主任 然后看他剩三年就要退休了 他经常哀怨的跟我讲说 剩三年很难熬这样子 那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什么 因为现在真的 去很多学校的学校老师都说 现在大学老师是夕阳工业 那感觉就很哀怨的感觉 因为第一个收入 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因为很多学校已经没有加班 就是你你你来上 你来就是你操终点那部分是被被被打折的 那后年终奖金又减少了 然后欲缺不补 反正很多大家也很恐慌 然后103年大线就是小就是学生变少 所以老师要去招叫招生干嘛的 正在中后段的学校都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也是什么 也是一种叫高教悲歌 真的所以像你说高等教育的素食会好 其实也很难拿 OK 反正我发现我放这种东西上去 很多大学生经常会找我学习 那我就反而放上去 现在还有一个跟一个大学生直接 他FB直接跟我聊天 然后是就是蛮感谢的 他说老师要在做慈善事业 我们要鼓励他的你要好好学习 其实你的未来 还是很有梦想的 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这部分 就是把这个地方 这个桌当list 再加上一个这个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就说 因为这个部分 他是只有查询功能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 YouTube部分查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换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 上个礼拜讲的 Greview里面 那Greview里面呢 只是说你Greview里面 你要点下去 你要能够也可以 比如说它Greview是一个表格 对不对 那你要点下去之后 那也可以 可能要跳另外一页 再来Show 不过这部分一定也是 一定也是做得到的 而且不难 就是你点了之后 你就跳下一页 然后把点击的 那个部分的参数 传到下一页 传到下一页之后呢 再把那一个部分的 那个传过来的参数 放到那个Label的 那个字串 那个字串里面 也是一样可以Show出来 OK 那这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等一下教各位 怎么样做新增 比如说 你有找到好的 对不对 那你要把它新增进来 或者说 后台管理人员 需要一个后台的管理 你就是直接教他说 你以后看到这个 你就帮我把它复制贴上去 确认说我的影片 播放上没有问题 OK 那这画面还给哥一下 试试看 有点儿